大家好,我是芝士 今天要帶大家一起來 剪頭髮 大家都說來韓國必做的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來韓國剪頭髮 最近非常的流行 大家來韓國都很想去他們的美容室 去剪一剪 試看韓國的髮型師會剪出什麼樣子 那他們說其實 在韓國剪頭髮呢是不爲什麼失敗的 那今天我要做一個大改造 就是大家看到長髮嗎 我要把它 剪掉 然後要軟過色 所以很期待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我們現在就去剪吧 我們來這裡 我們來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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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혹시要約要嗎 還是現在 沒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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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型和髮型 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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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還蠻有名的 那大家知道去弄頭髮其實都是去江南 然後清潭洞 那很多明星牌的美容室 可是因為價錢都一定不太便宜 那因為這次我是學生嘛 我要為了省錢 所以我只好來宏大這邊 但是宏大這邊這一間呢 其實它也不是很便宜的一種 可是算是中價吧 因為在韓國弄頭髮其實本來就不便宜 不過很期待這一次的變化 現在要讓我選顏色 所以我不知道要選什麼顏色欸 大家覺得我應該染什麼樣的顏色呢 這次我想要染暗色 然後它最推薦的是我這個顏色 好吧好吧 就聽它的話好了 居然它推薦我的那個顏色 期待唷 它現在看到我頭髮就是一個 黑色 褐色 然後還有就是 不知道什麼顏色已經 跳不過頭色很多次的頭髮 到底等一下出來會是什麼樣的顏色呢 我覺得 髮髮 我覺得髮髮的時候是最難看的 因為頭髮都梳去後面了 而且它有這個保護套 讓你不要弄到軟掉 所以我覺得還蠻甜心的 可是超級難看的 而且它會附送你一杯飲料 還有餅乾 所以你在等的期間呢 就可以不用肚子餓 而且它有燙過 耶 現在已經染完頭髮了 我頭髮終於變深色了 怎麼辦 它變深色了 我很久沒有擁有深色的頭髮 真的有點不習慣耶 好可愛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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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 你好 大家有沒有覺得 變全新的色澤了呢 那這一次呢 我特別就是 剪了大家 來韓國非常愛剪的 瀏海 本來我很猶豫要不要剪的 在韓國剪頭髮呢 那最後它都一定會幫你就是 做一點造型 所以大家現在看這個是 有點俏皮的造型 可是當我洗完頭之後呢 它就會變直直的造型了 那這一次剪頭髮的經驗還蠻不錯的 那這是我第一次在宏大剪嘛 那價格比清潭洞江南來的便宜 真的很便宜 我大概就是染髮 然後在剪髮的話大概是15萬韓幣左右 其實算是便宜的 就比起其他地方 所以我 這一次 嗯 MAMETURO應該還蠻滿意的 然後 一個全新的 冬天生活 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要來韓國剪頭髮 然後不想要去江南 這麼貴的地方的話 還蠻建議大家可以來這間 宏大的SUSUSUKI 它就在ZARA的 隔壁上面5樓 那其實SUSUSUKI還有一間分店 在HUBJONG就是合景 但是既然大家這樣喜歡來紅大光街 就可以順便來弄個頭髮 這是幫我剪頭髮的造型師呢 叫做DIN 那如果大家可能不會韓文沒有關係 因為它會英文 所以大家溝通上可能也會比較方便 就簡單的英文應該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這次的新髮型的話 也覺得這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然後幫我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訂閱的朋友 記得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還沒有關注我的IG和FV的話 記得去關注啦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好美朋友 安妞